尤其盡量用雙螢幕 那回到第10頁這邊來 回到第10頁 這個呢 7月份的時候我介紹過 不過呢 跟現場老師不一樣 所以我還是介紹一下 老師我們看一下這個翻譯的工具 那你一定會說翻譯工具我們一般大家最常用的是不是Google翻譯 但是Google翻譯老師有沒有感覺到 有什麼樣的缺點 優點當然就是真的有翻譯嘛 可是 第一個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 當他翻譯的時候 很多時候不是那麼正確的 對不對 不是那麼正確的 你看起來就會有點怪怪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他是 整頁都變成中文 所以 你看不到原文 對吧 那你如果說我要看一下原文 我還得切回去嘛 那我現在呢跟大家介紹這個 沉浸式的這個翻譯的擴充工具 這是瀏覽器的 好 那 他很方便的就是 他是對照式的翻譯 那怎麼叫對照式的 我們 我先跟各位 安裝起來好了 來 先 到這個網站 到他的官方網站 我們打開一下 好你看 進到他官方網站 看看喔 來 您看一下 您是用怎麼樣的瀏覽器 以我這邊來講 我是用Chrome 他就自動幫我選Chrome 那如果您是Mac的 可能就是Safari 好 來 我就點一下 那他三個步驟裝起來 一樣 第一個 請你先加到Chrome 把他按一下 新增 稍等一下下 他就幫你裝起來 但是裝起來 還有 三個步驟要完成喔 來我先等 大家一下 請問有到這個畫面了嗎 你打開他的官方網站 喔 官方網站 在這裡 右手邊這個 打開之後把他安裝起來 進到Chrome 按新增 新增完了之後 他會跳這個 跳那個 在這裡喔 把他按這個之後就新增 那之後會跳這個出來 設定你的母語 好那我們這個當然就沒問題 繁體中文 好 按繼續 接著他用你丁選 把他的這個圖丁選到上面去 那怎麼丁選 請老師找上面這個 像拼圖這一塊 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有丁選跟沒丁選差在哪裡 圖丁顏色是不是不一樣 好你把它按一下 他就幫你放煙火了 有沒有 表示第二個動作你過關喔 好接下來 我們就按繼續囉 接下來他跟你講 你要先試看看會不會用啊 那 您看 當你安裝完了 你會發現你的右手邊 有沒有多了一顆 有沒有多這一顆 所以你要用他就按他一下就好了 他就告訴你 好了 你真的設定完了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翻譯完了之後 有沒有是同步對照的 英文 中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有沒有 他不是整頁就直接變中文 這樣子我們對照有沒有變比較簡單一點 好這是 第一個 那 現在呢 我打開一個 來 比如說我們來 BBC好了 BBC的新聞 好我點下去 好啦我們來看看這個好了 美國大選的 美國大選的 好 這樣看不到要怎樣 按下去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有沒有中文英文中文英文 這樣也很OK嘛 那 本身他所使用的翻譯 免費的 有四種 預設是微軟的病 如果你想要改 找這個地方 你看喔 滑鼠滑到那個 這個圖示 上面 有沒有發現下面這裡有一個 齒輪 有看到的喔 好按他一下 你看 有沒有翻譯服務現在是用病 你可以把它切成Google 也可以換成下面這個 我們比較少 用的 這樣有看到的喔 好大部分我都是用Google或病啦 用這個 免費的 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 好第一個 這個使用的方式 那 如果說你不想要 像這樣全部翻譯的 你可以把這裡先關掉 有沒有 再按一次他就關閉了 那 還有一個就是你只想查單字的 你可以把這個勾起來 你看滑鼠 指標滑過去之後 加什麼快速鍵 可以翻譯那個 片段或那個單字 你如果這裡有勾 你看喔 我先把這個翻譯關掉 我現在關掉對不對 這一段我不會 Ctrl 來 你看 我來這邊 Ctrl按一下 有沒有翻譯就跳在下面 是不是只有這段翻 放開Ctrl就沒有了 來這一段 Ctrl按一下 有沒有就翻在下面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是不是相對比較不打擾你 如果你覺得很在乎 就是 不要全部都一起出來 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會把這個地方 你再看一下在齒輪裡面這個 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這個 當然你快速鍵你可以改變啦 通常我都盡量 照它原來的 好了 可是它不是只有這個功能喔 它還有什麼 老師在看YouTube的時候 如果你的影片有字幕但是沒有中文字幕 怎麼辦 這個可以變雙語字幕好嗎 來來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BBC這邊 有影片的有沒有 不是只有YouTube喔 這個也可以喔 這個是什麼 看不懂 對不對 Play一下 字幕 我看一下 他這一段沒有字幕嗎 應該有 有有有有 好 等一下喔 我重整一下 打開他的字幕 這一段他沒翻 我看一下 我沒有開啟雙語字幕有沒有 喔喔喔喔這裡這裡 這裡沒有開 來看一下 這裡 我沒有開啟雙語字幕有沒有 我把雙語字幕打開一下 好 各位 只要他的字幕打開了 你有沒有感覺這樣就雙語字幕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他資源的我記得大概七八十個網站 好七八十個網站 所以不是只有YouTube 只要你的那個 影片有字幕的 他都可以幫你翻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還不錯吧 那 我們呢 除了這兩種狀況 就是 網頁的翻跟這個 影片的翻以外 事實上 我們還把他用在什麼 跟AI有關的 因為 這段時間 老師沒有上很多AI的課 有沒有很多服務都是英文的 尤其是生成圖片的 對不對 除了病以外 那怎麼辦 來 這裡有一個平台 最近看到的 這一個 Piclumen 各位 你有感覺到 我這次的簡報 有很多兵馬友 有沒有 我都是在這裡生成的 這個網站 有一個好處 圖片 完全免費可以商用 可是他沒有中文介面 怎麼辦 搭配我們這個 翻譯 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你把它打開 你把它打開 等一下 等一下我要考考各位 到底我裡面用了幾個兵馬友 你看進來這邊 好 那 我先翻譯一下給你看好不好 你看我把那個 按下去 按下去 按了 下面有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跑出來 但是這樣 還不是很人性 沒關係 你就打開它吧 右上角 就打開它 就打開它 一樣要註冊帳號 這個大家 應該都很習慣了 直接按下去 好 你看 進來的 這個時候 你再按一下 這個翻譯 你有沒有發現 我把它變小一點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有沒有感覺到 它的翻譯 是跟在這個後面的 這樣有了解了嗎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如果你想 你已經登錄了 你想要創作 就按這裡 Create 按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的選單 有沒有原文還在 後面加 翻譯 這樣有沒有比較看得懂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 我當初寫這篇文章主要的 為什麼要跟大家介紹的原因 就是 很多我們現在這樣的服務啊 都是什麼 都是英文的 但是你直接用Google翻譯 翻成中文但是 比如說你看 模型它就給你一個型 如果你用Google翻譯 你會搞不清楚 那在幹嘛 那我就看原文嘛 對不對 如果翻了可以的 那你就看中文 這樣不是更好嗎 等於說我兩個優點我都拿到 而且你看這邊 打開 滑過去 有沒有幫你翻譯 滑過去 有沒有幫你直接翻譯 這樣有沒有感覺看得比較懂一點 所以它的 深層AI的模型有四種 還有這個最新的 最近網路上 有不少人在討論這個 Flex 這個 這個也是 就是開源的一個深層的一個模型 所以你看我的 冰媽用在這裡 好不好 那你在這邊 當然 你 給它中文沒有什麼用 啊怎麼辦 這邊用英文了 好來你看 我比如說我寫一個 我寫一個 那個 一個 可愛的 兵馬俑 這樣知道 我現在真的打字比較慢 好像這樣 然後呢 它有一個功能我覺得不錯 你就是按三下 一二三 哇這裡沒有跳出來 標準的按三下會跳出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雖然我打中文 來你看 我在這邊 把它選起來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按右鍵你會找到我們剛剛那個翻譯 你就請它幫你翻一下 我跟你講它不是只用 並翻而已 它 直接翻了有沒有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你就不用再回去Google翻譯 然後再或者chipgd 是不是直接翻了 好那我們就 請它深層 當然模型你可以自己選 你要哪一種的 如果你要可愛一點就 用這個 它有 真實照片的 也有動畫的 也有線條稿 對了像這個 這個 線條稿就很適合老師來出考卷 這邊 考卷不適合 硬彩色的 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這個深層圖片 我覺得這個效果還蠻不錯的 好我就按深層 你可以一次深層看你要幾張 一到四張 它沒有限制你 可以深層的章數 我指的章數是這個章數 不是 這邊的章數 反正你要一次深層兩張 四張都可以 只是 它沒有像 危險的病這樣 一天十五張 沒有 它就是讓你自由的 去使用 當然它流量還是有限 就是 比較大的時候 生成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然後呢你看它的比例 也很多種 有沒有 它的比例很多 所以 比較不會說 你好像只能限制在 比較常見的比例 這個比例還蠻多的 好 那我們稍等它一下就可以做好了 那 這個深層其實很方便的就是說 比如說你看我深層的兩張 對不對 那 你要做去背啦 要做 重新修圖 都可以在上面直接做就好了 真的 我看一下 好它沒有深層我先針對這個好了 你看我點 已經好了來來來 什麼 變這個 這張我看 可愛的 它比馬俑翻的不行 很小的不行 比較像皮卡丘 整齊寶貝 你看喔 不管你生成哪一個 點下去 好 你看 因為我們有做翻譯 在這邊 右手邊 你看到 現在解析度是1024x1024 那你看 你可以重新remix 重新再 修改 就是提示指南 另外你也可以怎麼樣 背景儀儲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個背景儀儲 你還可以怎麼樣 這一張 少了一個 好 你看喔 我做背景儀儲 它 做完了 就會跟這一張一樣 所以你也不用說再去那個 好那這一張 這一張也少 看一下 我找 上面的 好你看我生成很多個有沒有 好 這樣 這這一張 我還有一個功能 在這裡 它還可以放大 好如果你有需要放大 再來就是你可以在裡面去修改 比如說像我的那個 兵馬俑 我的姿勢我就有在做修改 像在這邊 來你看一下 在這裡 比如說我原本是這個 對不對 然後我就可以用這個 油漆 它翻作油漆 但是其實不是油漆 是 你可以去修改它 好比如說現在是比 這個 我就告訴他要比 比讚 有沒有 這樣 我就把這裡塗起來 跟他講 這裡要比讚 但是比讚的英文叫什麼 大摩哥立起來 Sung up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不會你就 比 大摩子 好 那跟剛剛一樣 按右鍵 請他翻一下 我看 果然不行 這個翻譯不行 那我們用 Google翻譯一下 因為我剛用的是那個 Beam的翻譯 所以我覺得 還是 不是很好 Google翻譯 好我們比大摩子 好我們比大摩子 你看這個就不對 對不對 好 那翻成英文 其實你可以直接調整 它那個什麼 它那個 就是 你使用的那個翻譯的 那個 那個 真的 不行 直接Sung up就好了 來 回到這邊來 這樣 提交 它就把這個 你所塗的地方把它換掉 你也可以把它換裝喔 了解嗎 這個服裝不要 你可以把它塗在它的服裝 然後就告訴它 你要換裝什麼 換成什麼樣的服裝 都可以 好那這些功能 其實 很多現在AI服務都有類似的啦 只是 這個就是免費的 你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所以你看我這邊有沒有 本來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變成像這樣子的 對不對 然後有按大拇指的 有沒有 就可以改啊 看你啊 你要 它 辨別的 你看 有沒有 他改了 但是這個 不是 很OK 改的不夠好 大拇指沒有翹起來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這個是我 推薦 大家用這個 翻譯不錯的地方 你看包括的 YouTube影片 包括網頁本身的 段落式的 這樣對照 再加上我們比較常用的這種 AI的服務 都還蠻方便的 所以 你如果不喜歡 剛剛那個病的 我們就把它換成Google的 好那這樣翻出來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好針對這個翻譯工具這樣OK嗎 好的 因為 這個是解決 我們 在使用一些英文平台的時候 比較不方便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快一點 現在